對啊,就像我們的金賀兒童參與比賽一樣 每一組的小朋友們都要跟自己的隊友們一起練習 然後互相扶持 然後最後才可以做到最好的成績 是,那當然剛剛在看那個演出的時候 我還看到我們的其中一位評審 許怡平老師 哇,因為他是大師,你知道嗎 所以他看得目不賺盡 他的專業,懂嗎 就像剛剛在評他們的演出這樣 好,那當然說到他們嘛 在進行我們的這個比賽之前 要歡迎我們的三位評審 是,歡迎老師們 歡迎我們的三位老師 第一位,那就是我們的音樂導師 歡迎龔展浩 那還有我們古典樂的大師 歡迎我們的音樂老師 我們的許怡平老師 第三位,還有我們的音樂導師 歡迎我們的林俊傑 歡迎三位老師 好了,那我們的金賀兒童唱游比賽 今天已經來到了第五場赴賽 是,所以真的是大家都竭盡所能 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現出來 好,小朋友們已經站好位了 很緊張,手在發抖了 是,光芒甜心 好,帶來這首隱形的翅膀 歡迎他們 每一次 每一次 我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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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所有夢想 都開花 追逐的 年輕歌聲 多了了 我終於 翱翔 用心 陰亡 不害怕 哪裏會有風 就飛多眼吧 對 陰性的翅膀 讓夢很久的天長 有一個願望 讓自己想想 好 歡迎田馨 是 今天是大家祝法來了 不是隱形的 那到底會為他們爭取到多少聲 73.67 不錯 謝謝光芒甜心 好,那緊接著下來 我們的第二個組合要登場了 他們是monsters 是小男孩 不是monster okok 他們叫自己做monster monsters 我要帶來的這個參賽歌曲 應該是要唱給媽媽聽的 是,他們要跟媽媽說 媽媽,我愛你 STOP 哥哥和哥應該做什麼 我知道 是飛機 對 快點來幫忙 小小的紙飛機 飛過青草地 甜甜的微風下 站著我和你 站著我和你 溫暖的木瓜 笑容多甜蜜 再多花兒把它送給你 小小小的紙飛機 小小的紙飛機 帶著夢緣起 高高的微風 屋簷下 你等在哪裏 勇集的人群 奔跑的司機 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 將就在哪裏 媽媽,我愛你 歌聲送給你 讓我擁抱著你 永遠不分離 媽媽,我愛你 祝福送送給你 讓你永遠快樂 永遠都美麗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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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媽媽 好可愛 應該是他們畫給媽媽的吧 是,Monster 而且是男生唱出媽媽 我愛你 感覺媽媽門都融化掉了 是 好,恭喜你們 成績是74.7分 Monster 那當然下來呢 是我們的最後一個組合了 今天晚上的第三支組合要登場了 是 今天晚上難得看到小男生的組合 那今天最後一組呢 男男女都有 而且支持者都來了 是,好有動感的一首歌 Vitamins A B C 帶來這首快樂崇拜 掌聲歡迎 A B C COME ON 別忘記 L O V E 不管什麼難題 我和你一起 你需要我 我也需要你 太好你在我的期待才有意義 COME ON We are one 把我們挑戰 天空還是那麼的好看 想面對面結束 不管現在以後 別把自己想看 和我一起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不可能的地方 就是要希望 別人都會像雄一雞蛋 我也知道這次不同於亡 所以 COME ON 萬一常再被遺忘 眼淚黑夜發光的每個人 先把她的重要出望 責任 看著每個角落 不去看人們 We are one COME ON We are on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愛吃那麼的好看 太陽 想面對面結束 不管現在 都別把自己想看 和我一起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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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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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快樂 聽了他們的這個表演 能不能會是多少呢 YAY 76.13 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再次邀請 另外兩個組合 一起來到我們旁邊 好 歡迎歡迎 也謝謝大家精采的表演 是的 今天是第五場副賽嘛 到目前為止 到底我們的八強名單是如何呢 好 好馬上來看看我們目前的八強名單 金兒童唱有比賽喔 副賽八強最高分是77.8 HIGH 那我們的入圍喔 是76年13 Vitamin ZBC 暫時己見喔 恭喜 WOW 恭喜恭喜 那 我下個星期就是最後一場副賽了 所以下個星期我們才可以跟大家確定 到底八強是哪八強 是那另外排在第九 第十第十一的這三個名次喔 他們有一個翻身的機會 欸對我們有一個逆襲賽喔 就是讓他們在這個逆襲賽裡面呢 爭奪最後一個擠進半決賽的門票 是1月7號的那一天喔 所以大家也要特別關注 好啦這時候我們要稍坐休息了 廣告回來一波即中百倍鳳環 歡迎陳寗 陳馨宇 以琵琶還有二胡來演奏這首 《細水長流》 《細水 hero》 exhausted 《細水中流》 就個專才阿 很多由án 李奎宇 太 age 快殺就 歌 不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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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努力找尋未知 安放我名字 让距离最合适 显得很理智 可是爱如此真实 已打开无法收拾 我宁愿清醒的太迟 不敢放肆一次 等待即使太讽刺 可是爱不须解释 再难买它也不会停止 我会让我的心坚持一次 我会让我的心坚持一次 跟随你 相依的椅子 可是爱不须解释 再难买它也不会停止 我会让我的心坚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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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你 相依的影子 哪怕爱到最后 变得太迟 我也会被自己 诚实 哪怕爱到最后 变得太迟 我也会被自己 诚实 好 又是多重身份 对 我都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介绍 你知道吗 要叫Chef 还是要叫 本地歌手 厨师出道 然后变歌手 半路出甲 对 他认识 他是MasterChef第二季的亚军 然后后来又参加S-Pod 一起唱自甲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我原来会主 还是原来我会唱 其实我还是说 我觉得是从小看电视学来的 然后就是慢慢偷识 钱财咯 也不是 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视的努力 所以要多看电视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 而且你私底下还是会有中文老师 你看中文了不起 前生 前生 就是学校的老师 对 所以有在教中文 之前 对 所以这一些 就是唱歌啊 什么会不会跟你教中文这些有关系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引起学生兴趣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他们对我的人生感兴趣 就对华文感兴趣这样子 哦 所以你是以这样的角色 然后去上课的时候 啊 那是MasterChef 有 偶尔会唱歌给学生听啦 偶尔会煮东西给学生吃啦 哎呦 我想要做你的学生耶 所以他们都很爱华文 所以现在你还有参与很多其他的节目啊 之前呢 我是做了幕后的一些工作 就是之前徐兵跟神跳来做我们的那个 《遇见你真相》的那个宣传 所以我是其中一个角色的幕后的那把手 然后呢 他的那些食物都是我准备的 对 那歌唱方面呢 对 其实刚才是 《遇见你真相》也快要起播了吧 是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12月19号 是 12月19 好 所以歌唱方面呢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歌唱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明年可以推出一些自己的创作 就是作为歌手唱别人的歌翻唱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是呢 自己的歌曲是可以表达自己的 好 太厉害了 加油 加油 很期待 那下个星期我们的表演嘉宾 分别有我们的Tosh还有Yoke 所以来到现场 帅哥 美女 非常期待 千万不要忘了收看我们的 《兵分万千再生松》 拜拜 拜拜